大家好 又到了收市之後的EJMarkets的時間 我是女軟營 雖然昨晚美國股市繼續回升 特別是已經納指的升幅很大 但說過今天才升後回跌 真的不太跟到外圍 大使今天可以說是高開低走 高開121點之後的恆指 其實最多是升過188 但到尾市升幅就越升越窄 終於收市是27174 跌75點 跌幅0.3% 雖然跌幅不是很多 但不能延續著沉默的升勢也不太好 成交比沉默多是910億2000萬 然後到國企指數都是高開低走 今天高開48點之後的國企一度升過164 收市終於雖然都叫做一升到底 但很明顯都升高後低 收市就收10738 仍然都升30點 升0.3% 今天就是下跌股份佔多數 整個大使是4成1股份上升 恆指成份股也只不過是2成3股份上升 國企成份股好些 有4成7股份上升 看10隻會有港股收市 第一位就是騰訊 明天公佈中期業績前 已經有點回吐了 今天跌了5.2 公行升毫半 升2.8% 建行升7仙 中行升6仙 平安升2 中移動升7 信譽光學 公佈完中期業績後 股價再升1.5 昨天超級升完 今天仍然都再升1.5 不錯 國首跌1 盈富基金跌5 先廣交所跌1元 今天能夠撐住股市的板塊不多 主要都是得力於內銀股和保險股 內銀股入了十大 不說了 公中結 信行升0.4 農行升2.2 有儲銀行升0.4 交行升0.5 招行升0.8 保險股方面 國首不多爭氣 有邦升0.5 星福和新華人壽 人保升1.1 平安升0.3 財險升1.8 權重方面 主要是他們兩個頂著 還有就是手機股 信譽光學 看看如何 他中期盈利 按年急升1.5倍 有11.59萬人民幣 仍然馬升七成 繼續都是不派中期息 他終於中期業績後 勸商們對他的看法仍然是正面的 麥格理看得最好 看信譽的12個月目標價是140元 平級為跑營大使 花期由110元調升到135元 接著大和由115元調升到128元 野村看120 里昂12個目標價看103元 上銀看100元 即是由100元到140元都有犬商看 大部份的犬商都是看跑營大使 和買入是上銀看中性 好出完之後 信的手機股又如何 信譽入10大 其餘的手機股其實好片都不錯的 繼續上升 瑞星再升1.5 升幅和韋市一樣 接著通達升1% 順利升0.8 是個優太 勁升了那麼多日後 今天跌回2.7% 也可以理解 富士康跌0.4% 跟大家打個招呼 Hello月盈 你好 到了 月盈和你問號 Rena Yip Hello 你好 還有 Calvin Lee 我們今天 講股市 你認為 有關係嗎 哎呀 我們看 和你討論700 700業績前 你認為要試305 我就覺得 Wildcard 等下再討論 還有1263 還勉強炒得起 OK好 看完手機股之後 還有 那些方網股 繼續表現你想的 1263本地圖像顯示卡生產商 柏盟集團 即是剛才Calvin說的那一隻 繼續上升 今天說再升6.2% 繼續創新高 另外科通心成今天表現都不錯 升2.8% 金山元經升1.2% 不過金碟聯想 和擎天元經今天是回跌 好 還有今天 電子股普遍都是做好的 除了一隻ASM太平洋 沒辦法 公佈完中期業績之後 大家先儲一下吧 我仍然密切關注著它 但今天比亞迪電子 升4.4% 昂納科技升1.3% 紅塘60 今天反彈 6.4% 建篤積層板 再升0.7% 除了電子股 還有今天 汽車股對各別發展 但汽車零售商 普遍都不錯 港匯保訊回跌2% 但正通再升3.1% 和諧汽車再升2.7% 跟著美東升1.6% 雲洞升1% 中升和永大升股不救1% 還有這一類股份 不腥不腥 以今日普遍做得不錯 就是教育股 教育股方面 你看新高高升2.6% 金匯升4.4% 大地教育升2.7% 風業升1.4% 雨華升1% 今天就公佈 昨日收市後公佈中期業績 包括有匯德鋒 匯德鋒中期盈利案年升1.6% 仍有升2.1% 中期色派4.7.5% 但匯德鋒今天普跌 除了海港企業升0.3% 匯德鋒4.8% 九倉跌3.3% 有線寬頻也跌3.3% 有線寬頻也跌3.3% 我今天炒了些什麼 今天主要是炒有業績的股份 業績好就受到投資者的青睞 再看看 有位朋友 有 Charles St. 你是成俊哥 763回了很多 AppleLin 你好 呂小姐 5安 AppleLin 你好 好 今天除了匯德鋒之外 好像今天炒業績的股份 光大國際 他公佈中期盈利 案年升4.9% 有17.968 仍然亦升6.9% 中期色亦升6.9% 派1.2% 今天他估計一度 是升4% 不過收市升幅就收窄了 另外 也是跟環保有關的新天綠色 他的 中期盈利 我年升了7成 有6億多人民幣 收入升5成3 不派中期色 不過他就說計劃 首次發A股 令到他的股價 今天一度升了 8% 一度升了11% 收市升8% 收入閣8.3%升了1.4% 另外還有好表現的 就是安踏體育 安踏體育中期盈利案年升2.9% 有14.518萬人民幣 仍然升1.9% 中期色亦升了2.1% 有派41港 德銀說他的業績比預期好 他的投資評級 就認為是買入 還有12個目標價 是29.5% 今天體育用品股 表現也挺兩極 看看體育用品股 先找回去 他們的表現也挺兩極化 安踏表現就很好 升了5.8% 但特步 亦步亦催 升了3.3% 361度 也升了1.1% 除了體育用品股 剛才說的 今天主要是炒業績 業績理想的股份 今天很多都有好表現 包括哪一隻 孟洲 孟洲是做豬肉的 中期盈利案年升1.5億 5.7萬美元 仍然在案年升2.5% 中期色派5港 但券商對他的看法都很正面 包括麥格里 雖然12個目標價 由9.34 輕微調低到9.3 但對他的投資評級 他們是看跑型大使 李昂就由7.3 調升到8.8 高盛 由8.5 調升到8.7 兩間券商的看法 都覺得他們是買入的 而孟洲今天表現也很好 股價升8% 收市7.5 升3.5 升5.5 還有今天有好表現的 中期業績友 東江集團 這是工業股 中期盈利案年升4.1億1150萬 新入案年升1.3 但中期市也加了 多了2.5 但今天股價也做得好 今天東江一度升13% 收市升1成 收3.6 升3.4 還有今天有好表現的股份 2342經訊通訊 最近電訊設備股 蠢蠢欲動 他今天說一度升1成3 收市升9% 收1.2 8 升1.1 但沒什麼特別消息 不過最近聯通 來不來都會動 看看網友有什麼 HELLO Tobi 你好 這樣說 我的直覺真是准 沒有這麼說 HELLO TAMMY 你好 還有 Richard 你好 Richard Lee 還有Kelvin 288又升得OK 難得有勸箱cover 最主要是 說了那麼多之後 看到 正如剛才道比所說 大使也要整顧一下 我也覺得應該要整顧一下 特別是能夠支撐大使 早前大使衝上來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板塊 一切是 支撐著大使 但你見現在 支撐著大使上升的板塊 開始減少了 但投資者仍然都鍾情於 業績好的股份 但很明顯動力 弱了一點 所以現在看快點 現在我想都是觀望 但整體來說仍然都看到 企業業績是理想的 特別壞的消息沒有什麼 不過不經不覺 現在來到8月中 來到8月中有什麼問題 9月聯儲局會縮表 究竟縮表對大使的影響會怎樣 我覺得暫時 看不到大家當是好消息 還是壞消息炒著 所以應該 應該去到官網 所以似乎大使反覆向上的格 短期來說似乎要先定定 不過一切都視乎 明天騰訊的中期業績會怎樣 至於內地股市方面 昨天出了一群經濟數據 全部都是比預期差 大使昨天內地股市 仍然都上升 今天 昨天是回跌的 今天是回穩 上證指數 跌過2點 做了今天低位之後 一度升過26 收市升13 收3251 升0.4 成交2450多人民幣 比陳文略多 深淨成份股指數 反覆跌過17點 回升 終於以全日最高位10559 收市升 接近40點 升0.4 深圳創業板指數 今天 一升到底 雖然波幅很小 最多升10點 最差都升3點 收市升5點 收1798 升幅0.3 今晚美國會公佈多項經濟數據 包括有 6月的商業存貨 7月零售量 7月進出的物價 8月建屋商房價指數 和8月份的 兩月中的製造業指數 大家先坐定 一切視乎明天的 騰訊業績 時間差不多 回到明早開始前 煩惱兒掌聲 大家一起EJMarkets 拜拜